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神聊电影 前几天我们说了蜘蛛与蝴蝶的夸种族的爱情故事 那么它们变异的孩子会遇到怎样的喜欢爱情呢? 今天女神就继续讲讲这种跨越种族的恋爱吧 蜘蛛和蝴蝶的女儿猪猪异常的漂亮 这一天她的巢穴之中突然出现了一只瓢虫 瓢虫看着漂亮的花朵就想着觅食 猪猪突然出现吓坏了瓢虫 猪猪没有见到过这种尖嘴的瓢虫 瓢虫看到漂亮的猪猪瞬间就被吸引了 猪猪也感觉找到了同类 于是它们一起叙食花蜜一起玩耍做游戏 这一天向往外面世界的瓢虫飞走了 猪猪看着远去的瓢虫很是羡慕 于是就跟了上去 之后它们停在了一个粗壮的树枝之上 这时猪猪看到这里刚好有一家蝎子开心的玩耍 猪猪见到它们开心的样子 就想起了父亲和母亲 瓢虫看到伤心的猪猪就安慰了它 它们深情的望着彼此 没有亲人的猪猪拉起了瓢虫的手 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从此它们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了一起 就连巢穴之中的花朵 也因为它们的爱情走到了一起 是啊 爱情是不分种族的 只要相爱 哪怕是被世人嫌弃 自己过得开心快乐 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就是不知道瓢虫和猪猪生出来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的 感兴趣的小伙伴留言评论哦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